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的朋友来讲 他们可能不太喜欢阅读 例如说科普人文艺术科学的东西 但是他们对小说却有一种没有办法抗拒的吸引力 小说这个字其实最早出现在庄子的外物片里面 你可以看到画黄线的部分 其实当时的小说指的是细碎的象坛 那些小小的言论无关紧要的东西 延伸出来到近代我们所指的小说 是另外一种类型文学 那小说这个字Navo实际上它就是从New这个字 或是从拉丁文的New 所以小说本身就有新颖的意思 它是一种全新的文学类型 那这种类型在人类的历史上出现不过500年 那或许很多人讲说原式物语出现得更早 中国以前也有张回小说 但是如果我们从现代的观点来这个检视小说的话 或许很多人会认为1605年塞万提斯所写下来的唐吉科德传 是人类历史上的第一本小说 那小说就经过漫长的发展 它经过了五亿复兴 然后十六、十七、十八、十九 那在这些世纪里面 你可以看到的在塞万提斯的年代 当时的人他们最快的工具是马 而且大部分的人养不起马 也养不起驴子 都用走路的 所以它文字行进的速度就好像散步一样 例如说坎特伯里故事集 例如说唐吉科德传 但是来到了十八世纪之后 你会发现马车出现了 所以包括了包法利夫人 包括了我们了解到的这些钟楼怪人这些小说 它有一种马车行进的缓慢节奏 在十九世纪的小说里面 无论是狄更斯还是弗洛拜 他们就用强烈的语言去缭勾我们的七情六欲 这段文字来自于这个迪根斯他的远大前程 其实在英文里面 这句子写到了说 你存在于我看见的每一个视野 在荒野中 在风里 在大气里面 在这个草原上 在火焰之中 在我的眼里 这样子的文字充满了感官 也充满了热情 一种没有办法压抑的欲望在里面 但是这种叙事形式 比较像是十九世纪之前的方法 但是来到了二十世纪之后 很多人都讲说小说已死 但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一九六七年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年代 就当大家宣称旧时代的文学 已经死掉之后 有一本小说 却以商业小说的姿态出现 颠覆了所有的文学理论 她就是福豪斯的 法国中尉的女人 或许很多人没有看过这本书 这本书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书 它里面你看到的 从它的文字的叙述方式 在它场景的设定 都好像十九世纪的英国 也就是所谓的维多利亚时代 在维多利亚时代里面 人们讲话都非常的保守 有点惊 然后讲话咬文嚼字的 但是作者又在字里行间里面 跟你强烈的透露 它故事是发生在二十世纪 而且你好像在阅读的时候 已经知道结局了 但是如果我们已经知道结局 为什么我们要继续下去呢 就在这样子 这个作者在捉弄读者的过程之中 小说有了新的乐趣 小说它其实真正的本质在于合作 它透过文字作者邀请读者 进入到小说的世界 这也让许多的作家 也想愿愿一试 将自己的生命经验贡献出来 试着去尝试书写不一样的小说 但是写小说这件事情 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到底我们具备什么样的心理素质 要怎样去思考书写小说这件事情呢 在今天的青春爱读书 我们精选了三位作家 来跟我们分享写小说的这些 秘诀也好 这些窍门也好 首先来听听许龙泽老师 到底写小说这个是怎么一回事呢 而说故事的人 他应该有什么样的素质 还有本领呢 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说法 华灯初上 一群来自四面八方 喜爱写作的文青们 正聚精会神地上着小说课 讲台上的许龙泽 个子不高却充满能量 来 我们请这五个同学来 手碰手 多动一下 他透过有趣且互动的方式 和学员探讨小说的撰写技巧 让同学们各个听得聚精会神 在这里教授小说课 对许龙泽来说别具意义 因为他生命中 与小说有关的第一次 都在这里发生 十多年前 他就像这些学员们 一样坐在讲台下 1999年 正准备从台大研究所毕业的许龙泽 在撰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中 深深体悟到 自己并不适合念理工 为了探索自我 他报名了许多才艺班 希望从中培养自己的一技之长 其中也包括了写作班 尽管在那之前 许龙泽对文学并不熟悉 不过在写作班结束后 他参加了比赛 没想到竟意外获奖 这个奖项仿佛天使的仙女棒 给了他无比希望 让他从此踏上小说创作的路途 那一年我以为我自己是得优选 那他其实是个优选没有错 但问题就是首奖一名 优选两名 加作一名 所以其实那一年 最后来参加比赛只有四个人 也就是四个都得奖 那我刚好是优选里面 比较差的那一个 其实我是倒数第二名 那当时我看着优选的奖状 还有两千块的奖金 我其实当时深深地感受到 其实我是个天才 你第一次写小说 然后第一次得奖 就得优选 还有两千块奖金 那时我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我要把我这一生 奉献给小说 虽然是误会 但由于后天的努力 许荣哲仍然交出了 漂亮的成绩单 在短短几年内 荣获联合报 时报文学奖 新闻局优良剧本奖 等数十种假项 并完成了小说 迷藏 寓言 吉普车少年的网交生活 漂泊的湖 电影剧本 单车上路 等多样文学作品 近年来更因小说客系列 在两岸热销十多万册 成了各地热门邀约的讲师 还成立电影公司拍摄微电影 也将小说与桌游结合 推动相关课程 而这一切都是与小说有关 许荣哲曾说 在写作的路上 我知道自己是有翅膀的天使 那么你 是否也找到属于自己的那条路 与翅膀呢 就算不是文学本科系出身 许荣哲老师也凭了自己的努力 在写作以及小说的创作上 获得亮眼的成绩 而且让许多的年轻朋友们好奇 小说的创作可以学习吗 是不是有些特别的技巧 可以让我们去融会贯通呢 当然许荣哲老师也因为 大家有这样的需求 他写了一系列 关于小说课的创作还有理解 那么从这些理论跟技巧里面 也教了许多的年轻朋友 到底面对着这个长篇短篇的创作 我们应该怎么办 写得好真的有技巧吗 那应该又怎么努力呢 我们一起来听听许荣哲老师 他怎么说 基本上脱这件事情 在我们的现实理解里面 好像不是太好的一件事情 不光彩 可是你如果去看很多艺术家 文学家 他们常讲的一句话 非常有趣 像诗人艾瑞特 他就说 坏的诗人用戒的 好的诗人用偷的 这有点不太合逻辑啊 就是 对 戒是好的啊 可是戒了就要还哦 你的艺术的东西戒了就还之后 那是什么 你从头到尾 一天到晚 你从十岁写到九十岁 都还在引苏东坡 都还在引李白 你根本不可能变苏东坡 也不会变李白 可是偷 偷走苏东坡 你就变成下一个超越苏东坡的人 这件事很重要 但你要怎么偷 你如果偷他的衣服 立刻就被抓走了 可是你偷他的想法 偷他的念头 偷他的核心 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可以一模一样的 所以是偷 偷核心 偷核心 然后出现一个完全不同的 艺术家的概念 所以我能做的就是 用简单的方法 让你省去三十年的时间 变成一个三流 但在三流之后 我们再各自找方法去突破它 是 所以今天他们也有带小说来 有几个人有带小说来 让我们看一下 台北人 修成你先来跟我们聊一下 你带什么书来 OK 这本书的名字叫 《变态王子与不笑猫》 有一种小说文体叫《青小说》 他读起来非常容易 非常好读 但是这本书不一样 首先他的书名 《变态》 那龙正老师说 故事要精彩 首先要有什么 《冲突》 这本书的书名 《够冲突》 但是 但是 这本书到了后面 这一个变态 他舍弃了他的变态行为 为什么 《冲突》 这是一个表面上看起来很欢乐 然后你也可以看过 然后笑一笑 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子过去 但是你也可以细细地去思考 这个角色 他背后的行为 到底隐含着什么样的含义 其实刚才他们在谈到 就是现在年轻人中 常阅读的一种文体 就是《青小说》 你自己怎么看《青小说》呢 基本上我觉得 我个人认为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们的阅读 一定从简单到难的 所以你不应该去祈求 每个年轻人都去读台北人 那这个年轻人基本上是不太正常的 OK 但他之所以不太正常是因为他提早出发 他在可能国小就出发了 国小从比较简单的《青小说》开始 到他高中的时候已经开始到海北人去了 那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 我们其实作家或者是说 其实有部分的人在提供的是阶梯 阶梯式的阅读 那《青小说》我觉得很棒啊 就是你如果你看到这群孩子一直在读《青小说》 他们其实当然去比那些去玩手游的人好太多了 因为这些《青小说》的人紧接了再过两三年 他们就会读另外一个系列的东西了 如果他从小到大都是读变态小说之类的 那就有点问题了 我想问现场的朋友们 你们有没有认为自己是某一方面的天才 有的话就举圈 没有的话就觉得我是平凡人的话就举叉 三个圈 然后数十个叉 我虽然举了圈 但是我很知道 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天才 不过龙泽老师讲过一句话 相信自己是天才比真的是天才还重要 所以我选择相信 自己在写作这一块是个天才 就是这样 这很重要 就是如果你要是天才 你再去努力的话 那么很麻烦的就是 我们大部分都不是天才 所以老天爷没有给你饭吃 那么你就要一辈子饿死吗 然后老天爷不给我们饭吃 那你应该更开心 那我们就自己挣饭来吃 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就是 相信自己是天才 比真的天才还要更重要 对 因为 你自己是天才 这个是被选择的 可是你可以藉由选择 让自己成为某一种天才 那我觉得这个价值是一个 才是我们值得一辈子去追求 或者去努力的 而不是等待 而不是堵住 对于所有的作家来说 他创作最大的武器 也就是他的文字 那怎么样去理解文字呢 我们第一个想象到了 当然就是母语 透过自己从小到大 学习的语言 去形塑 这个文字的氛围 那当然呢 母语的本身 就是我们到底对他的这个语感 跟语境熟不熟悉 那当然就是个人的功课 那么以这个台南乡村出生的作家 杨复敏来说 他的母语当然就是台语了 虽然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 用台语写作 好像是理所当然 应该很省事吧 但是你也想象一下 如果把口语的东西 变成文字的时候 实际上 它中间是一个落差的 到底杨复敏 它是怎么做到的呢 而且他的作品《花甲男孩》 甚至于还被改编成剧场 还有电视剧 可以想象得到 它的这个文字的这个能量 它可以贯穿到 不同的表现形式 那杨复敏有什么秘诀吗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们小学的时候 上去国语课 可是行李下课的时候 其实你跟同学在 在嬉闹追逐 抢溜滑梯的时候 你会哗来哗去 其实你是用台语 在玩耍这样 那是一个知觉到 语言的不同 然后声音的丰富的一个 很重要的过程 是 所以台语对你来讲 它更是吸引人 是声音 对不对 是 是声音 对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 对语言的感觉都不一样 像有的人听到同一个字 他会看到颜色 你不同的字有不同的颜色 像于光中老师 他会看到字的颜色 那有的人听到字的时候 他会感到他的重量 所以他的文字里面 你会感觉到 他有轻跟重 不同的比重 但是复敏的文字里面 声音是最强烈的 对 我发现就是 自己比较 会去吸引到 我自己的那个思考 就是来自于声音的刺激 是 接下来呢 我要看看 其实他们对这本小说看完之后 他们很多感触 有很多的问题 对不对 有没有 要问问题的 有没有 其实我都是住在台南的 也就是我18岁才离开台南这样子 那我确实是比较深长在一个农村这样子 那但在成长环境里面 其实有许说长辈 所以他们其实像是我的长辈 但是也像是我的朋友 那因此其实 他们告诉我的事情 他们说他们的故事 而我成为倾听者 那18岁之后 他就写说我发现 我也可以说我的故事 那很自然而然 其实会回到了那一个原初的那个故乡 我觉得他可以跟我的同学也很有关系 是 其实刚复敏在讲的时候 我就想到上次来我们节目的吴念珍老师 吴念珍老师 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他听很多人讲他的那个故事 他先收集了很多的故事之后 然后慢慢慢慢 因为他很年轻的时候再开始写作 他先把这些故事转化出来 然后到时候他在这故事里面 去延伸他人生自己的故事 所以从请听到书写 其实这还是一个蛮重要的阶段 就是有没有 有没有问题 在写作的时候有什么东西一定要带在身边 笔记本 然后笔记本里面可能就会有很多 像小说我想到的灵感 他会非常零散的放在上面 耳机 就是我会需要进入到自己的空间里面 然后第三个我想到很久之后 我就发现是水壶 我就拿入了水壶 所以他会给我一个安全感 黑梦有没有问题有没有 在这本书里面都是谈到与生死有关的话题 那我想请问就是因为台南大内是一个比较偏远 偏乡 所以你在小时候有经历过几个丧礼 然后在丧礼之中就是让你体会到了什么 大风吹 就是一个感受 然后我刚讲反而是一个大风吹的感觉 这样子 然后其实麦每次的一个 上你的一个经验 或者是在我的回忆里面 他都好像是一群人回来了 然后一群人要离开了 然后这种来来去去的感觉 其实有时候会让我非常的疑惑 然后非常的迷惘悲伤 然后非常的沉重 然后呢但是在这个大风吹的过程中 其实你也会去思考传承的一件事情 我后来常觉得其实在 这个仪式里面 其实我也感受到 大家都在不断地找到自己的位置 因为大风吹就是要找自己的位置 然后找你有或者没有 那种感触其实是 作为一个参加葬礼的一个仪式 我可以想到一个隐喻 其实我觉得傅敏 你在文字里面最大的印象 就是最大的印象来自于就是 语言的镶嵌跟使用 这也是大家讨论最多的嘛 那在这方面有什么技巧 我觉得关于小说创作的这个问题 它可以讲很多很多 大家都还是高中升到大学的这个阶段 其实自己回想起来 我在这个阶段我比较匮乏的 而如果我回到那个阶段 我会想要努力的部分 其实是我发现 我是一个不太会发言的人 不太会提问的人 可是我后来认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 其实就是在说一件事情的时候 你怎么样去说清楚 然后怎么样说得好 然后再连结到 你开始去观察别人怎么说 然后捕捉到很多很多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说法 不同的技巧 然后你自己冷静下来 那属于你的说法又是什么 那我觉得其实 如果我重新变成一个坐在那边 跟你们一样的学生 我也想要跟自己 鼓励自己训练的就是说话一件事 是 所以听说你在念书的时候以前 你会抄歌词对不对 对我也做这件事情 你们有没有会做抄歌词这件事的举手 会嘛对不对 这很好 其实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学训练 我回想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想到一个很好玩的事 我好像从来没有抄过一首台语歌 其实我不晓得怎么把台语歌给抄下来 但是其实你去KTV唱歌的时候 那明明是有字幕在跑的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也是在回过头来去整理 过去的这些跟写作很有关的习惯的时候 那样子一个用文字把那个音给记下来的一个 一个过程 其实隐隐约约的它已经去触探到了我 之后会想要再继续去可能在写作 或者是对于写作里面的语言的使用的一个 一个好奇的起点 那当然它之后一定是更复杂 或者是说更多再延伸思考的事 但是回到那一个歌词的时候 其实就是关于我要怎么把我声音给记下来 那这蛮好玩的 是 你每一个世代喜欢的流行音乐 不仅仅是音乐啦 其实最主要是歌词 这些歌词就形塑了你们的爱情观 人生观 工作观 很多不同的想法在这个时候形 因为我们认同它嘛 我们那个年代是张雨昇 对不对 我的未来不是梦 所以大家都很努力在打拼你知道 但是刻了之后 每一个人都一直告诉自己 我的未来不是梦 所以它是一个社会的氛围 所以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种 所以其实我常常觉得 我是在听不同的说故事的方式 然后再讲一个共同的文本 拓开了我自己在想象的一个习惯上面 然后有一些新的一些写作的方式跑出来了 看书的同时其实我有在同步就是看 画家男孩转大人这个影片 繁星五号的时候 其实我有偶然发现就是 富敏 对富敏的人 他有在那个里面客串一下下 然后我想就是问的问题就是说 在客串的时候就是看到 自己笔下的那个人物 然后出现在自己生活 就是身边的那个感受是如何这样 确实 就是你问到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 因为这个桥段就是在小说里面 它叫做繁星五号 就是我当真的看到那个繁星五号出现的时候 其实我有轻微的腿软这样子 我就觉得说 什么意思 就觉得说 就是你会觉得很不可惜 就是曾经是你小说想象出来的那个交通工具 它有一天出现在你的眼前的时候 就是你也不知道怎么去 就是这样 那就是当然心里面会有点很 你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没有想过有一天我写的小说的那台车 它会出现在真实的生活里面 然后我又会坐进去里面 有一个情绪还蛮明确就是 就是他到底要载我去哪里这样子 就是这个车子到底要载我 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其实很迷人 就是我一直在想说 他到底要载我去哪里 那后来想想他没有载我去哪里 他就要载我往前走而已 他载我去一个更好的地方 更远的地方 然后他推着你往前走 然后只是你从自己的小说 走到了真实世界 又走到了剧情里面 又走进的走回真实世界 所以那感觉还蛮好玩的 关于母语 关于家乡 刚才我们看到的是杨复明老师 他透过了花甲男孩 还有他对台语的理解 他有传授了一些技巧 教我们怎么样去掌握语言的本质 不过在台湾 因为在近三十年 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新二代 这些新二代他的父母亲 有可能有一位是来自于国外 那另外一位 也许是来自于这个大陆 或者是本土 那以作家陈佑金来说 他的父亲是福建的农民 而母亲是印尼华侨 在这样子特殊的血统 还有语境之下 他到底要怎么样找到自己 我是台湾人吗 那台湾人的定义是什么 那我又是谁 作家常常透过不同的形式 去探索自己的身世 从哪里来 活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要到哪里去 给一个合理的答案 那这个答案到底是如何呢 而陈佑金是如何 透过创作之路 找到他心里的原乡 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这一段要探讨的是母语 那母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我要请你们先把板子拿出来 然后写下你们认为 你们自己的母语是什么语言 来 一二三 台语 国语 中文 国文 闽南语 闽南语 好 因为从小家里 就是用台语做沟通 所以这位母语就是台语 对 其实我觉得我的母语 应该还是课语 只是因为我不会讲 我只会听而已 然后从小到大 都是讲国语比较多 是 我的母语是中文 其实我自己觉得 有一点点奇怪 因为我的阿公阿妈 爷爷奶奶爸爸妈妈 台语都非常的好 但是他们跟我讲话的时候 就从来都不会用台语 就是都讲中文 是 来我们来看一下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怎么样来定义母语 就是第一个 你最常使用的语言 然后第二个就是 实际上它界定了你自己的身份 其实这间的身份很特别 就是说包括了文学上的使用 你唱的歌 你看的小说 接着什么 就以它为核心 为主体 这是最重要的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 第三个就是你最早学会的语言 我们台湾很多 也就是说现在很多人 先学的语言是台语 但实际上后来我们写 我们讲话 我们看的电影 看的电视 读的书 实际上都是以中文为核心 也就是所谓的国语 如果父母亲会讲的话 我们不会讲 我们可以把它认定是 我们的母语嘛 那你就不符合联合国教科文 只是对母语的认定嘛 第一个它不会用 第二个它也没有在生活上天天使用 那这件事情 为什么要特别讨论语言 是因为母语是 实际上是我们的文化DNA 是我们生活里面最大的公约数 你知道吗 我们其实最共通的就是语言的部分 所以准台北人这件事情 我觉得最奇妙的就是 你从语言回头再来思考 其实我们生活在这块土地上 我们大家使用的就是中文 对不对 所以如果你重新在思考的时候 你认为为什么他们要学乡土语言呢 我觉得学乡土语言 就是像一个滤镜一样 可以重新看待说 这个东西有哪些称呼 不只是乡土语言 就是各种语言应该都是一样 就是你会发现 原来别人是这样看这个时态 是这样看这个巨型 然后有这么多种不同的讲法 因为现在文学上也出现 越来越多以米南语或是课语书写的那些 非常陌生的字 是 那慧如 那你认为学台语的意义在哪里 我觉得是文化的传承 因为如果大家越来越少讲台语 那这种语言它就会消失了 是 台语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是 我们的生活记忆 还有早期的一些文化形态 保留米南语原因是因为 我们要保留一种文化 实际上在这本书里面 另外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 家族书写 家族书写 你就除了文化认同之外 从语言之外 家族书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在我自己的生命经验之后 在某些关键的时刻 就会感受到家庭对我的一些影响 是我以前没有去注意到的 你是在书写的同时 在检视你爸妈对你的影响 还是这些事情其实 一直在你的生命之中发酵 我那个时候其实是 不太理解我生命中 到底发生了各式各样的事 可是我不知道有什么意义 然后呢我才 大概到了开始觉得 可以把自己的故事写出来了 可是这些故事就算把它写出来 它也是零零散散的 没有一个结构可言 然后后来我就选择 原来有一种情绪 也许在某些时刻我会特别觉得尴尬 比方说别人会问我说 你是哪里人 我大概想了0.2秒以后才能够回答他 当然我可以很快的回答 可是后来发现 这种尴尬跟我爸妈 那时候他们可能面对各种计程车司机 听到他们那种口音的人 那种尴尬其实是很类似的 那我就发现 其实不只是口音 不只是语言 你有没有房子住啊 或是你工作薪水多少 这个时候我会发现 他们其实 唤起的那种情绪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家族书写 除了解自己的生活以外 其实最主要它核心就是自我认同 就是在讲说我是谁 我怎么来这样子 在佑金书写小说 实际上同样的相同的文学架构 也可以运用在自己的散文 跟我们对自己生命历史的一个陈述 应该是不同的类型之间的转换 从小说到散文的书写 到底有哪一些诀窍 因为毕竟你在很多文学奖 都有拿过大奖 写作的话就是有话想要说 可是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说 所以我那时候写准台北人 想到是我一些故事的片段 就我曾经发生过这些片段 这些片段对它发生了 可是我完全不知道它对我有何意义 然后我开始想说 那也许某一种情绪 是可以把它们串接起来的 比方说今天在这个台上很尴尬 那我是不是以前在哪个地方 也同样感受到这种尴尬的气氛呢 那为什么我会对于同样这种情况 都感到尴尬 明明是不同的人 也不同的场合 那到底是为了什么 但是我后来发现自己的故事 还是不太足够的 所以我才会开始想说 那是不是访问一些 跟我背景有相似的人 他们有没有相似的感受呢 所以做采访的时候很有趣的 就是刚刚说的语言也是真的 就是如果你今天可以跟那些 阿公阿嬷讲明南语 你可以问到的东西 是完全不一样的世界 那这个部分比较像是采访 对 必须要具有的语言能量 那实际上我觉得 年轻的朋友在书写 他们最大的困境在于 他们不知道在修辞 跟叙事上面怎么做平衡 很多你们在写作文的时候 老师跟你们讲说 不要用太华丽的修辞 不要太多的形容词 可是有些内心的感受 你不知道怎么表达 形容词就会出现了 对 那放这种事后你怎么办呢 形容词跟副词都是偷懒的行为 对 那个时候 该怎么样说呢 就是你说今天 今天这个妈妈非常的辛苦 天哪 那全世界妈妈都很辛苦 谁知道你在说哪一种 但是你是要说妈妈做面 就是卖面很辛苦吗 还是说在做家事 她可能是一个职业妇女 回到家还要做一大堆的事 可能你爸还躺在那边 翘着二郎腿 说这个地怎么这么脏 对不对 这两种辛苦 可能是完全不一样的辛苦 就是实际上你看到了什么 然后你感觉到什么 有时候你只是看到了 其实没什么感觉 那你就完全没有注意到它 那先把它写下来 再想说 你想要带给别人 什么样的感受 那要怎么样跳多 形容词跟副词的魔咒呢 你觉得我很忍不住啊 因为 为什么我要特别讲这个 如果你注意到 像我每次做捷运的时候 我听到年轻朋友 在旁边聊天 那个超厉害的 我说超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没有办法 这个就是副词跟形容词 你知道吗 就是他们用很夸张的方法 来形容这件事情 可是你只要具体的讲 他讲不出一个说意然来 对不对 那你为什么觉得 这超夸张呢 我觉得这个还好啊 他可能就说他笑得很夸 对 其实夸张也是一个形容词 对 他笑得那个嘴巴裂开 口红都沾到牙齿了 对 这应该就是非常狂的时候了 是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就是很多为什么 我们在口语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也掉到 形容词跟副词的陷阱里面 那书 就是你要怎么样打动人家 打动人家的时候 如果说你用很华丽的辞早 去堆积的时候 实际上读者没有办法感受 他只能知道说你在讲什么事情 可是他没有真正的办法打动人 而且我想到除了我们刚刚都叫大家 不要怎么样 不要华丽或是不要 可是其实大部分的时候 我们是不敢讲出来自己想说的话的 就是老师跟我们说 这个作文要起承转合 其实我的作文成绩不怎么样 对 从以前 对 一直以来 后来变成作家 这件事情也蛮奇妙的 可能是因为很用力的在抵抗 就是老师所说的那些 排弊 辟喻 对 所以就是觉得要自己 杀出一条路来 那个时候就会想说 我们有时候会觉得 这件事好丢脸喔 这样写出来 大家会不会觉得怎么样 不过当然你也会想说 我希望写的跟他一样 希望写的跟他一样 可是跟他一样其实 就是跟你自己不一样 你并没有真的敢说 哎呀 我今天这样子 我今天的感受是什么 是 这里面有一个转折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地方是 耶有慧它开始用物质 去衡量世界 所以我在写耶有慧的时候 因为其实他是一个在爱中非常混乱的人 他甚至是觉得自己非常的缺乏爱 那我一直都觉得 人就是不是因为缺乏 通常都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感受 爱情是正在发生 刚才我们在节目里面找了许多的作家 他们透过不同的形式来探寻自我 来问我是谁 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到这位作家 也跟我们连线 那他本身在散文还有小说上面的成就 非常的出色 那在年轻的世代里面呢 对他的作品也有很多的感同身受 最终人数已经逼近了32万 他是谁呢 我们一起来欢迎今天的大作家张希老师 大家好 我是张希 那本书影响你最深 水问 最喜欢的作家是谁 张爱琳 泡米花都吃甜还是吃咸的 甜的 最喜欢的颜色是什么 白色 海边或山上选一个 山上 在写作时觉得最痛苦的事情是什么 想写的写不出来 在唱作能量很低的时候 是怎么样调整自己的状态的 去散步 平常都听什么音乐 都听耶 中文句多 觉得自己很棒的时候 是怎么样给自己鼓励跟奖赏的 就会在进你前面跟自己说 你很棒 你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在写作的时候 有什么东西一定要带在身边 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有几个是一定会放在层面的 一个是笔记本 然后笔记本里面可能就会有很多 就是我自己列的这些 小说的一些要 比如说这个 像小说我想到的灵感 它会非常零散的放在上面 然后我可能写到写进小说之后 我就会把它画掉 然后有些没有画掉 就是后来没有放进去 收入进去了 这样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耳机 就是我会需要 进入到自己的空间里面 就是进入到自己的 这个情绪里面 然后音乐是一个非常 辅助我进去的东西 然后第三个我想了很久之后 我就发现是水壶 我拿入了水壶 所以它会给我一个安全感 就算我那天没有把水喝完 我都还是觉得它是一个安全感 就觉得有一个 我有把这个这次的小说 要开写这个set打得好这样 我们今天呢 我们的节目 我们在讨论的是 创作小说这件事情 那最近呢 在2021年的4月 你个人推出了你的第二本 长篇小说夜友会 那实际上呢 我看到许多这个艺文界的朋友们 我们在茶余饭后的时候呢 都会讨论这一本细腻 坚韧 坚韧呢 然后又有一点点 小小的悲伤的小说 很多人在看夜友会的时候 都说我在小说里面 看到了自己成长的足迹 不过我们知道呢 每一本小说的主角 他都是作者个人的投射 其实夜友会本身 跟我本人的故事差很多的 就他不算是我的生命的投射 但是他一定会有我的部分 而且我觉得不只是夜友会 就是每一个角色 其实都或多或多都是分泌出 从我身上分泌出去的一点点东西 这样 那我觉得很多读者会觉得 好像是跟他们有关的故事 可能从两个原因下去 我自己觉得应该是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因为 我的读者可能年龄 都跟我比较近 就是可能是介于 20到30岁之间的 这个时段的年龄分 那我自己也没有办法写 超过我的年龄层的故事 就我只能写我体验 体会过的过去 或体会过的一些小小的元素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前提下 就在读者年龄层 跟我能够写的东西 两个前提下 大家会特别觉得 好像写了跟他们很像很近的东西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这样 是 这也是张希出色 或者是让人家觉得说佩服的地方 那你从以前就经营了 所谓的故事贸易公司 对不对 那一路到现在 那这些你以前过去收集的故事 是不是也多多少少放进了 夜友会里面呢 因为每个人故事会有自己的脉络嘛 所以我通常都是截取部分 然后或者就问 比如说我记得这个蛮有趣 我就问我妈 所以如果 你今天领养了一个小孩 可是你小时候没有告诉他 那你长大的时候要跟他讲 你要怎么跟他讲 他会比较容易接收 像这种东西就是 不会是从我自己身上的 所以其实在这本小说的创作困难中 我是很大量的跟身边的人做提问 就是你们会做什么 你们会 你们觉得这样子是合理的吗 因为我会尽量的希望他写出来的是 我写出来的是这个角色本身 而不是另外一个我 对一般的心境的新手来讲 或许自己的生活 然后试着去提问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不过呢 这里面还有一些的情节 就是它我觉得很有戏剧感 例如说自分姑姑给了友会 这些高级的服饰 或者是养母的这些蓝纹起司蛋糕 这里面有一个转折 我觉得非常有趣的地方 是也有会 它开始用物质去衡量世界 甚至用它去度量爱这件事情 为什么也有会 会有这种心理的转折呢 我觉得这是我身边的人 还有我 很多人在小时候 开始去摸索爱是什么的时候 会优先以它看得到的东西去定义爱 就像是小时候 我们觉得我自己是一个数学不错的人 那我就是从分数上去看 我考了80分 就是我看得到那个数字 我就知道我好像数学不错 但是爱这个东西 其实很难有一个具体的形象 可以让我们去确认说 它是爱或它不是爱 所以在小时候摸索爱的过程中 很多人会用物质的方面去 去评断说 你给我比较多 是不是表示你比较爱我 那个比较多 可能就是金钱来做一个评量 对 所以我在写友会的时候 因为他是一个 在爱中非常混乱的人 他甚至是觉得自己非常的缺乏爱 那我一直都觉得 人就是不是因为缺乏 通常都是因为 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样去感受 爱情是正在发生 所以这个友会的成长过程 等于是他在摸索 他要怎么样去感受 身边的爱情在发生 那一开始就一定会从这种 我刚刚说到的这个 具体的 可以被看到 可以被比较的东西 开始进行摸索 对 其实听张欣讲到现在 我忽然有一个问题 其实我一开始就要提出来了 这个角色啊 一开始是怎么来的 这个角色一开始其实是 因为他是从一个提问中去发现 我好像跟我以为的我是不同一个我 就是我的背影是不太一样的我这样 那这个提问我觉得很常出现在 20岁到30岁的同侪之间 比如说朋友会说 哎你知道吗 原来那个随便 原来我弟弟是被领养的 就是很多的原来 可是这些原来其实都早就出现在 或是早就藏在这些我们身上 我们会在这个时段对于我们的家族 或是我们的背景进行第一次的回望 然后是带着一个我们比较成熟的心智去回望家族 所以才想说 那我也想要来写一个这样子回望的故事 其实我以前在看你在故事贸易公司上面的这些文章的时候 我一直有一个感觉你知道 你那个地方不是贸易公司 比较像是告解室 就很多人说 神父我有罪这样子 然后就跟你讲很多事情 可是你应该是说怎么样 你是完全不会用道德的角度去评判 就是你纯粹的去倾听这些故事吗 对 基本上如果我有评判的话 我也不会写出来 我可能内心murmur 但是我不会把它写出来 因为我觉得 当一个人想要跟陌生人说出 他最私密的事情的时候 某种程度上来讲 其实就是他在他的现实生活中 有可能那一块是没有办法被揭露 或是被说出的 所以他才会想要对陌生人说出这件事情 其实这件事情在书写小说的时候也是这样 因为当我带着评判的心去写的时候 其实角色会变得很局限 他可能就会变成另外一个 或是我更理想的我 或是更标准的 更政治正确的一个角色而已 他反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 带有一些缺口 一些疼痛 一些不甘心的角色 我自己觉得小说让我变得更宽容 他不只是在面对这个 我虚拟出来的角色 还有包括我去面对身边的人的时候 我都会变成一个更宽容的人 是 那其实你在二长 从二长公园到夜友会 中间隔了一段时间 实际上大家想到张希的时候 还是以散文为主 你认为创作散文跟创作小说一部一样 那它最大的差别在哪里 散文不太需要解释前因后果 就是我今天比如说今天下大雨 然后心情好差 但我不希望在这个小说里面 而不是在这个散文里面解释为什么 但是小说它就是非常注重前因后果 还有这个人的一个脉络在里面 尤其是小说你要记得自己埋下了符笔 然后你要自己去接 因为就是那另外一个差别就是 我刚刚前面有小提到 就是我觉得散文对我来说很像是生活的切片 但是小说对我来说它是完全一个新的空间 基本上我是要离开我的生活 进到一个房间里面去转写 如果要说以我来说的最大差别就是 我觉得散文是真实的我 然后小说就是宽容的我 这样 所以意识的现实之中也有很多过不去 所以想要在小说里面可以宽容 没错 就是散文里面可以有很多我自己的纠结 我可以对我自己的所有很多东西 都可以有所批判 但是在小说里面 我基本上不会做这件事情 是 好 那当然就是我在看 其实一开始我在业友会里面 就是大家如果翻开这个书 一开始就写了一个女性的房间 虽然我们不是有这么多的机会 但是你可以从这个文字里面的描写 它其实非常具有立体感 所以我还有气味的感受 那你回头再去看张希其他的作品 你会发现画面感一直都是张希你本人的强项之一 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小时候比较喜欢画画 大于是创作文字 尤其是小说就是我一定要看到画面 我才会写出来 我在写友会的房间的时候 我是有画出友会的房间的图的 就是视觉画我要写的东西这样 是 而且我在看文字的时候 我仿佛也踏进去那个房间里面 我觉得还蛮厉害的 但里面用比喻这件事情 就是说把人比喻成甜点嘛 对不对 有蓝纹起司蛋糕 然后呢 有包括了有其他各式各样的 那我其实我一直觉得很好奇就是 比喻 在文学里面它是两面利刃 它用得不好 它文字就会浮泛 它会显得空洞 但是要怎么样用的 让大家觉得说有生活感 有存在感 我觉得我自己在写比喻的时候 一定都是从我有感的出发 我不会去看着千层蛋糕 然后想着我要把一个东西 附着在千层蛋糕上面 比较不是这样 我比较是 我有一个感受要写 然后我发现千层蛋糕很符合我的感受 然后我把千层蛋糕附着在我的感受之上 比较像是这样 这个还蛮特别的 那最后面我想要请这个张希 来跟年轻的朋友来分享 就是如果他们想要从事小说创作的话 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觉得心里不要想着 我要写出一本旷世巨作 或是我要写出一本最厉害最好看的小说 我想要写出最好的作品这件事情 很多时候会成为一个很深沉的捆绑 就是我如果写 对我如果写不出我就会缩手 我写不出我就会缩手 可是其实最好的作品都是来自于一次一次的练习 一次一次的那边不好这边不好 你不会被你的一个作品定义 就是这些东西都不会直接反过来定义你 就是只有你可以去掌握你的作品 张希呢在后面呢也要跟我们的观众跟读者朋友来推荐书 分别呢是这个生活势头安静的寿还有小说生活 我们先来谈谈小说生活好了 它是我写第一本小说的时候 因为我一直其实无法下笔 然后我的编辑送我的 它其实讲的很多比较不是小说的技巧 它比较很多都是你的 一个小说创作者可能需要精神上的自由 就是你需要有人可以跟你去大量的讨论你的内容 它会有很多这种是辅助你去创作的事情 反而不是告诉你说这个结果要怎么写啊 然后这个角色应该怎么描摸啊 对 所以这个小说生活呢就是给这些 有想要创作的人在心态上的调整跟校正 对不对 那另外一本呢其实我觉得它也非常的棒 也就是生活势头安静的寿 为什么你会特别分享这一本呢 它不直接用直数据告诉你现在它要讲的事情 它是用一个故事告诉你它要讲什么 但是却又不偏不倚的把它讲完 就不会让你觉得 不会让我需要去猜一说 你是要讲这个吗 不会不清楚 然后也不会太露骨到觉得 天啊你为什么把它点白了 然后我都没有想象空间 它的那个分寸拿捏得很好 我会推荐这本说的原因是因为我自己心中 就会很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创作出像这样子 分寸拿捏得很好的作品 是 这个我们也期待张希可以带来更多 让我们有这个感动的作品 那听说呢你也人生要准备要迈入下一个阶段 那祝你接下来的这个生活 事事顺心如意 好不好 谢谢你 谢谢哲青哥 谢谢